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调的是不论身居什么地位都不是永恒的 任何权威都只是过眼云烟 他奉劝政治人物不要一朝当官就傲慢无力 他的这一段演讲如今也在社交媒体疯传 而《中国报》的头条则是首相纳杜斯利·安华 再次向一名资深政治领袖喊话 要求对方归还倒走的20亿令吉人民财富 否则就等着吵架 安华也不点名的方式强调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向对方喊话 对方不断的宣称被政府打压 受到政治暴富 但这些指控都是一派胡言 因为我国是法治国家 对方犯错和政治暴富没有任何关联 并且扬言反贪会和内陆税收局 会到对方的住家和办公室搜查 同时会调查他的银行户头 新南海峡时报的封面之一 关注的就是六周选举的消息 伊斯兰党执政吉兰丹已经33年 那团结政府就促进丹州子民 是时候改变了 让西蒙还有国阵协助州内的子民来创造财富 不过分析就认为团结政府很难动摇伊党在吉兰丹的地位 因为比起发展当地选民更注重的是伊斯兰教 因此他们从来没有后悔投选伊党 并认为伊党比国阵更极力地捍卫伊斯兰教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各报的这些报章的一些报道了 不少国人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间 就提令公积金存款的应急 以至于未来可能没有足够的退休金退休 财政部第一副部长纳杜斯利·阿末·马斯兰指出 民众需要至少24万令吉才足够体面地去退休 那阿末·马斯兰昨天就巡视这个吉兰丹的 哥打巴鲁雇员公寄金局办公室之后 召开记者会时就指出 我国人民的这个平均寿命是75岁 那如果55岁的时候退休 以每个月1000令吉最低消费计算 退休后至少要有24万令吉 这是国人的公积金账户应该有的最低存款 因此他就促起民众积极参与 自愿缴纳公积金计划 尤其是非正规领域的商人 还有渔夫 农民和割交工人等等 另外就算在政府部门工作 拥有退休金的阿末·马斯兰 也鼓励公务员自愿缴纳公积金 因为每年缴纳至少2000令吉的话 就可以享有5%的利息 以及政府提供的每年高达300令吉的补贴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其他报章的新州的这个消息 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和人才 我国投资贸易以及工业固局宣布 只要战略投资者承诺在我国 投资至少50亿令吉的话 政府就不止会提供入境便利 还会给予专属的人才居留证 那相关的投资者就可以携带配偶和家居 在我国居留长达10年 新州日报的报道指出 人才居留证快速通道候选人会由各机构 按照投资价值来推荐 或交由人才居留证快速通道委员会考虑 另外在新投资政策和2030年 新工业大蓝图下的目标制造业投资 被定为游牧工作者的数码自由业者 还有独立承包商和远程工作者 也可以获得数码游牧通行证 包括他们的配偶和家人 而且可以在我国居留长达两年 我们来看天气和浪 来看一下这个 接下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报 气象局预测全国大部分地区 就是一整天都是晴天 早上只有北马还有柔佛 还有沙巴内陆和陡湖这些地区 就会有局部的正月 不过下午就是东海岸 还有霹雳内陆 还有沙巴内陆和山达跟沙拉越 还有梅里和林梦会下雷雨 吉隆坡河 雪州 还有柔佛河 陡湖也会有局部阵雨 那东海岸的雷雨天气和柔佛的雨 是会一直持续到晚上 沙巴陡湖晚上也可能会有出现雷雨的真相 那还有这个沙拉越的家伯 还有明都路 梅里和林梦呢 晚上也会下雨 全国最高温的设施35度 最低温是24度 浙子 最高温的雨 最高温的浙子 是现在的几个大路 第二绵门 我让你把雨 山里尾巴 逻辑 在雨 山上 有余子 有